一会儿来继续focus 周末要到了 我们来介绍一部片子 它是改编自日本漫画的同名电影 叫《异国日记》 由日本的人气女星星元杰伊 她饰演一个单身的社恐小说家 但收养了15岁的外甥女 这15岁青春期的孩子 和原本性格就相对孤僻的小说家 两个人要共同展开新生活 这个关系要怎么发展下去呢 小说家始终不愿意透露 为什么多年断绝和小女孩的妈妈 也就是和她亲姐姐的联系 那么这两个室友的心结 要怎么解开呢 不让过去的伤痛 阻止正在成长的脚步 是一个大人和小孩 都在学习成长的历程 告别世上 15岁女孩面对父母遭遇车祸身亡 亲戚们帮不上忙 却在她身边大肆评论地尴尬 身为阿姨看不下去这一切 冲动之下这段话脱口而出 就这样一名单身的小说家 和15岁外甥女展开同居生活 失去双心的日子并不好过 从整理遗物开始 学着努力和亲人告别 但这时少女也好奇 为何阿姨和自己的母亲 多年没有联系 阿姨高代颠生 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 性格孤僻的她 曾说过这辈子 都不会跟任何生物一起住 面对外甥女 突然进入她的生活 她更在意的是 这个年纪的孩子 能否承担人生巨大的创伤 因为自己的童年过得不开心 不希望外甥女也重蹈覆彻 两人的相处就像朋友 她选择不干涉孩子的生活 让孩子知道 其实大人也是一路摸索 成长过来的 电影《一国日记》 改编自日本漫画家 山下之子的作品 由日本国民女神 新元节衣 饰演超宅的社恐小说家 高代颠生 如何学习 看15岁的高校女孩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故事 首次尝试自己写词 刚开始兴奋拿给阿姨欣赏 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不想让外甥女难过 对文字敏感的小说家 引导写词的第一步 可以试着从一个单字开始发挥 没有大人的权威和距离感 两人逐渐融入彼此的生活 当阿姨的朋友来家里玩 三人一起下厨做尖角 在学校遇到的烦恼 也有人愿意倾听 看着外甥女可爱的模样 却又忘不掉 对自己姐姐的恨意 内心不断挣扎拉扯 最后发现 坦然面对 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了解姐姐生前是什么样子 试着填补外甥女 缺乏亲情照顾的空缺 其实大人也在学着变成熟 学着如何放下过去 过去已经无法改变 但是未来的每一步 都能掌握在手里 大人小孩都努力 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再一起写下新的篇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